大家好,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單元來到迪化207博物館 那這間博物館有哪些特色?它的前世精神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請到傑欣來為我們介紹囉 傑欣你好 你好,歡迎大家來到迪化207博物館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我們是一間私人的博物館 是在博物館法成立之後第一個以個人身份申請通過的私人博物館 我們博物館的創辦人是陳國慈女士 她是在2016年的時候買下這棟房子 經過一年的整修之後 在2017年正式開放博物館讓大家可以進來參觀 我們這棟博物館的前身是廣河湯藥鋪 廣河湯藥鋪是由莊阿妍她所創辦的 就以她從廣東眉縣的廣字 那跟希望事業和平的盒字 取叫做廣河湯藥鋪 那現在在我們館的外觀呢 都還可以看到有廣河藥行字樣的鐵牌花窗 但當時莊阿妍她創立的廣河湯藥鋪呢 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的建築 它當時是二層的這種土木造建築 就我們也會叫它TOKATSU 那現在看到的這棟博物館的建築呢 是在1962年的時候 由莊阿妍的兒子莊天慶先生 他改建而成的 那我們這棟建築它在2009年的時候 也有獲得台北市政府的登陸成為歷史建築 那會成為歷史建築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點就是我們管的外觀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這個管DM 就我們管外觀的話呢 因為剛好是位於三角窗 所以在一二樓部分就有做大面積的開窗 那整體的造型是圓弧形的 就跟低畫街上大部分的建築很不一樣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這棟建築起造的年代也是比較晚 是1962年那當時是有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 所以它在外觀的設計上呢就比較簡潔 也喜歡用線條啊還有幾何的圖形做設計 那跟低畫街上 像比較靠峽海城隍廟南街那部分 比較多是有很華麗排樓面的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那或者是北街那邊比較多是 傳統的與南市街屋的建築都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博物館外觀的第一個特色 那第二點呢就是在我們館內有很精美的模式之圖案 因為以前這棟建築是藥鋪 所以從摩獅子的圖案也可以看出當時藥行的痕跡 那摩獅子部分就待會再繼續跟大家做介紹 那第三點的話是有提到耳光光廣和塘藥鋪的歷史 因為廣和塘藥鋪在迪化街營業也是非常久 那也見證了這個中藥在大稻城的一個興衰 所以就因為這三個原因 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就被登陸為歷史建築 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請潔西 帶我們透過鏡頭我們從門口一路走進來 然後可以來幫我們介紹這棟歷史建築它的特色 對 這棟歷史建築的方式展示 那除了那個藥櫃跟下面那個是做藥碗的治完機 不是原本廣和塘藥鋪的其他的展出的物件 然後還有那個畫也是以前就是廣和塘藥鋪 這是古裝天慶先生的自畫複製品 他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所以他的自畫不會只會有詩 他在旁邊就會用各式的顏色去畫很多的東西 這很少見耶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然後像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是歷史建築 我們家在整個迪化街的歷史建築上面 就是我們有大面積的窗 然後用鹽湖造型 所以所謂大面積的窗 是因為他們叫他當店面 那他當店面有一個好處是 這邊是三軌六扇 三個軌道六扇門左右開 那你就可以有最大面積的那個門面 可以去盈測人進來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看到 二三三組都是三軌六扇窗 所以你說的窗就是這個門面嗎 門面 你看那一個完全都是 他有一二三四六片的門片 對 那下面軌道有三個軌道 他這樣全部收到最旁邊 然後你就會從側面看到一二三三側的門 喔 了解 這叫三軌六扇 然後在我們博物館門口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個摩十字圖案 剛剛有介紹到我們館會成為歷史建築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館內特殊的摩獅子 那我們館內的話總共有三個圖案 在門口就可以看到第一個 我們現在叫它蜜蜂採蜜的圖案 那其實呢在最早的話 字是會有用念到左的嘛 所以會念作蜂蜜 那上面還有一個正字的標記 就有著純正蜂蜜的意思 因為以前廣和唐藥鋪呢 他們也有自己的養蜂場在士林的內雙溪 那就特別做了這個蜜蜂採蜜的圖案 讓來往的人知道說他們有在賣蜂蜜 那也是他們一個蜂蜜的一個象徵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再進到館內會看到第二個圖案 那在館內一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地上有一個是老山高麗森的圖案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圖案 大家應該就很好猜了 因為以前是藥行 那藥行都會有賣人參嘛 所以就做了這個圖案 讓來往的人知道這裡是有賣人參的藥行 那因為廣和唐藥鋪呢 他以前其實也有在做中藥材的批發 那人參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買賣的物品 所以就特別坐在了一樓入口的地方 那在迪化街上呢 除了我們博物館之外 在比較靠近狭海城隍廟 那裡還有一間前原森藥行 那也是在入口差不多的位置 有老山高麗森的模式之圖案 但不一樣的是呢 我們老山高麗森的這個人參 是在迪化街上最大條的 因為前原森藥行他們的設計是以字體為主 那我們博物館的話則是字體跟人參圖案 是個一半一半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這邊看完之後 有機會可以到前面的前原森藥行看看 那我們館呢 除了這兩個圖案之外 待會在二樓還可以看到第三個魔石子圖案 那接著就可以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往樓上 對那一樓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他們以前店面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圖案 那其實後來在中藥市圍之後 管核糖藥鋪它的店面有一度呢 它是有退居到209巷的一個部分 那前面就有分租給其他店家 那這部分在我們廣外也有用櫥窗的方式來展示介紹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就繼續往樓上走 那來到二樓就可以看到我們第三個魔石子圖案 是葡萄的圖案 那為什麼在二樓會出現葡萄呢 主要是因為葡萄它結實累累 就有多子多孫的意思 那在二樓的部分呢 就是以前管核糖藥鋪他們的居住的空間 所以就做了葡萄 希望他們能夠家族子孫興旺 那像我們現在站的這個葡萄的位置呢 也大概是他們以前廣外的位置 那二樓的話前面又會有在分出 像是客廳 那後方才有他們的廚房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再往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魔石子的製作流程 那其實會發現到現代魔石子這個技法 已經越來越少見 主要是流行在台灣大概50到70年代之間 那會越來越少見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魔石子它的做法非常的複雜 那加上後來有磁磚的引進 貼磁磚就一天就可以完成 所以它就比較少見了 那我這邊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魔石子整個製作的流程 那像魔石子它製作的時候呢 首先會先需要磨平地基 磨平地基之後就會放上銅條 就在我們地板上也可以看到 只有金色的這個金屬線它是銅條 銅條它比較軟就可以摺出特殊的形狀 那一般家庭沒有特殊形狀的這種魔石子地板 也會發現會把家裡的地式分隔一格一格的 那主要是因為銅條它也可以防止 就是魔石子它在裂的時候裂得太大 所以家裡也會做出這種一格一格的樣子 那銅條設定好了之後 接下來就會放入食材跟有色的水泥去做甜 那在甜的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會需要兩到三天的時間才能完全乾 那它乾了之後又會需要打磨 那打磨也不是一次就能夠完成 會需要第一次磨完看看有沒有凹洞再去磨 那像打磨的時候它又會分成乾磨跟濕磨 乾磨會產生很多粉塵對工人身體不好 濕磨的話粉塵就會跟著水流到下水道 變成一個污水的污染 所以後來政府也不是這麼推薦使用這個工法 那加上剛剛有提到的非常耗石 所以就越來越少見了 那這邊呢也有一個小物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早期的台灣建築裡 魔石子佔了重要的地位 從藥行與居家環境選擇的圖樣 也展現了當時的審美觀與價值觀 純手工打造的魔石子 細緻美觀 而且非常耐用 導覽人員也跟我們分享情神經驗 夏天在這棟屋子裡 可是非常涼爽的 這些精美工藝背後 還有一段小故事 下一段城市走讀單元 還要繼續與您分享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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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